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陶俊文 我是陈志军 虽然现在仍是一月份的传统淡季 不过近期的二手楼市 绝对不能用冷清来形容 不少分区的代理一早都通报了 说今个月的交投超出上个月整个月 成交加快的情况 甚至从小家楼 蔓延到楼价大约2000万的中家楼 就连向来都比较多舍样的屋苑 最近都有业主封舍本门 准买加加快入市 刺激二手楼市的成交增加 除了开析比较小 可以做到高乘数按揭的单位 楼价过千万的放盘 近期都吸引市场注意 交投上升 北角柏山三座中层 一个实用面积735尺的单位 属于两房套年储物室间隔 最新以1900万亿手 车价达到25800多元 代理说 这宗是屋苑今年的手中成交 原业主的买入价大约1795万 持货6年多 账面赚大约104万 升值不够6% 扣回集费 估计只是平手离场 用差不多的预算 在传统豪宅区之一的何文田 最新都有同类大型屋苑成交 由于业主大幅减价 相比之下 赤价平度超过两成 面积更大200尺 军仪峰7座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942尺的单位 去年底开价2580万 累积减价652万 即是两成半 才以1928万沽出 赤价20400多元 新买家是换楼客 看重单位叫价吸引 随即决定入市 原业主是在2014年中 以1520万入市 同样持货6年多 账面赚408万 升值26 2000万左右的物业 有些影响会较大些 最主要是因为 那个价格比较大些 买家方面也没有 叫做600至1000万 成交方面相对减少 如果成交减少 看口量也比较差 其实无可避免 业主也会减价去走 投资借方面 因为可能今年来说 有机会还赚到钱 即是在那个股票市场 相对来影响不到 这些买家 如果疫情很转的情况下 我相信也有机会 令楼市会好转 如果不介意楼铃旧 在十大屋苑之一的 美孚新村 最新都有优质的特海单位 以超过2000万年车位沽出 造价比中层同类单位 低出7% 屋苑一期百老背街 24号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 1389尺的单位 属于四房间隔 最新连同一个车位 以2110万沽出 车价相当于15100多元 这类单位的特色 在于大厅三面突出 但警官已经由早年全海景 变成公园景 早在两年多前 屋苑曾经有同类单位 以2420万沽出 纪录保持到以价 面对这么热的市房 有代理就坦然 农历年之后的小阳春 今年再次提早出现 受惠交投加快 今个月的二手成交 更有望创六年的同期新高 除了成交量表现突出 造价都有望受惠 代理相信 经历去年楼价回落百分之一之后 今年楼价会重拾升势 全年计升幅可望高达半成 虽然本港最新失业率 创6.6%的16年新高 不过股市暢黄 升到一年半高位 以至再有代理行 对楼价投下信心一票 与其全年有半成的升幅 除非是一些高收入的人士 失业率大幅攀升 就会对楼市很大的影响 购买力 陆续释放出来 也看到准卖家是 我们叫偷步入市 都不等農曆年后 所以是支持到楼价 所以我自己提1、2月 楼价价稳少少 3月如果疫情受控 就会有机会重拾升轨 相信会有5%的升幅 他所说的偷步入市 是指農曆年后的小阳春 即是楼市交投的季节性旺市 再次提早出现 相比之下 今年势头相对明显 带动成交加快 在大型新款推售的刺激下 美联预期 一手销售有望倍增 今个月达到1,500伙 二手更可望有4,500众 不单创7个月新高 同时有望打破6年同期的高位 1,000万的小家楼 因为林郑放宽了案保 去到八成和九成 看到无论是一些上车客 或是一些换楼客 是更加灵活了 首期是相对充裕了 变成这类楼 我们都看到无论在家 和在量也会跑赢大市 特别是超豪宅5,000万以上 一个月以上 如果北水通关后 北水重流 有另一个大需求 是会跑人大市 楼价来说 我们相信有5-10%的升幅 虽然楼价仍是看升 但租金就没有那么乐观 去年的租金跌了超过半成 跑输楼价1%的跌幅 分析相信 租金短期或者售压 但买楼收租还有一定吸引力 经济不好 失业率上升 有些业主可能都要减租 去吸引一些租客 甚至有些租客的需求是少了 对租金的影响较为明显 无论安息利率也好 你那个存款利率也好 都是低 所以就算你说那个Yield跌了 可能在现时入市的买家 特别是投资者来说 他们都是以一个比较长远的心态 去持续物业作为一个长线投资 楼市气氛好转 发展商自然就不会放过机会 继啟德和康城项目之后 即将再有两个全新盘推出 以马安山的SILVER SENSE步伐比较快 项目已经公布楼书 全盘160伙以中大型单位为主 至于屯门青山公路的第二第三期 在星期四也会公布部署 再提供550伙 楼市气氛在农历新年之前好转 再有两个分别为马安山和屯门的新盘部署推出 加入近期的新盘站 涉及超过700伙 其中顺致旗下 为马安山遥沙路的SILVER SENSE 最新公布楼书 开职首都曝光 市传发展商在星期五 会公布进一步部署 虽然全盘只有160伙 不过开职仍然相当多元化 涵盖1至4房间隔 面积260多至1650多尺 预计2022年8月底落成 楼花期超过一年半 仔细分析单位开职 项目以照顾家庭客源为主 一房的数量较少得28伙 面积全数大约300尺 两房57伙是全盘最多 开职和一般两房差不多 都是440多至510多尺 三四房开职偏大 面积900多至1200多尺 特色单位最大超过1600尺 项目位于马安山的白石 向东南的单位可以看到海星湾 不过是以大单位为主 打开地图看下 向南的单位要望附近的大型屋软型海 向西北的单位就望向另一个项目横壁 相信都以密集的楼景为主 全盘最小的单位在这个5A座的衣室 向西北就是其中一个估计要望楼的单位 面积304尺 起进露台和工作平台 一入门口就是开放式厨房 浴室门和房门都设在附近 客饭厅宽大约2.4米 相信不会有太多空间感 主人房面积大约70尺 都是同类之中较小的开绩 另一个部署推出的是 位于屯门青山公路的帝域第三期项目 早前已命名为帝域蓝天 并且已得到预售楼花同意书 项目由帝国集团和香港小轮合作发展 提供557货 将会在帝域最后一期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大型新盘开售 利好楼市喜分 不过发展商之一 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 近期就减持豪宅单位 被问到 为何在这个时候要沽出投资的半山豪宅 是否看淡后市 赵国雄强调一直看好豪宅市场 他进一步解释 卖楼的原因是因为单位楼零太旧 回报都不理想 道路仍然持有几个豪宅单位 至于集团的发展方面 虽然表面上少了买地和卖楼 不过他就说没有刻意减少投资 听下他怎么说 又来到名人留言的时间 今集继续有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 Hello 赵先生 你好 如果说到豪宅市场 你又怎样看 其实豪宅香港一向都是相对来说 香港是稳定的物业投资 原因是供应太少 特别是香港有这样的特殊地位 所有高层高管都会希望来香港 他们来到的时候一定是看豪宅 所以豪宅来说 我对香港的豪宅来说 我一直都非常有信心 我自己来说 都是拿着不是多多 几层 叫做豪宅 我一直都出租 我觉得回报来说 暂时 因为有些早年买的 到今天来说 回报相当之好 豪宅在香港是一个 比较上独特的 不是一定要很大的 其实没有人需要住得太大的地方 但它最重要是有一个方便性 各样都有在 地点方便是最重要的 看到你最近都卖了半山一个豪宅单位 怕不怕大众都全息说 连你都卖楼了 楼市要见顶呢 其实我都拿着有几个豪宅的物业 比较来说 这个物业的回报 我觉得来说 就不是很理想的时候 我自然要换货 特别这种物业 有一个特点 就是那时候来说 我用自己的名买的 就是首次买 因为相当的便宜 我觉得现在的名字是值钱 如果我要再买一个 另外一个豪宅的时候来说 如果我这次不买了这个 去买第二个 那我的相当的便宜 会很重的 所以先买了这个 基本上来说 就是不要说到自己 就是我说一般的 那些豪宅的投资来说 最重要大家 任何投资项目 都要说回报 就是回报来说 是理想的 可以继续保持在那里 回报自己觉得 都可能有更加好的投资项目 那你都会 我们叫换马 你转一转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定线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他卖了 因为刚刚这个单位来说 是用自己的名买的 那个都藏身高卖 其实那些豪宅来说 最重要是一个独特性 它有一个优性的地方 不如买了不怕说 这个单位来说 我自己觉得 独特性如何呢 就是它同层来说 只有两个单位 本来来说 A B C三个 每一层都有B C三个 但刚刚去到我那一层 只有A C 两个单位 B那里是一个小花园 这个它有一个独特性 在那里 最边来说 它有一些值钱的地方 所以破新高 也都不出奇 那说到想换货 去选择一些新的单位 你会怎样选择呢 我自己拿着 我目前手头有的那几个单位 来说 相对都是一些 都有十多年了 所以希望下次换的时候 可以换一些新的 那会想选择一些 传统豪宅区 或是新进豪宅区 都是传统豪宅区 因为我对中半山 比较熟悉一些 我现在另外的几个单位 全部都是中半山 都在传统豪宅区 我觉得物业来说 永远我们买的 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所谓的新进区域 都有一段时间才 建立到豪宅的烟味 一说香港区 香港豪宅区来说 中半山 或者是浅水湾 深水湾那些 都可以 在其他区 慢慢都会有一些 新进豪宅区 但是那些要时间 去到build up 我可能会说 西半山豪宅 一说到西半山 就是跌了些倭 东半山就跌了些倭 香港豪宅区来 一是中半山 一是山顶 一是南区 南区就是浅水湾 深水湾 赤柱都已经是 我自己觉得弱了一点 这个是传统大家的概念 就是说豪宅就是那里的 就是远一点 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 我们看回 其实很奇怪 如果你有看香港的发展史来说 深水湾 一向都是豪宅的 浅水湾 其实就是近这几十年 才是浅水湾 浅水湾 浅水湾很多 深水湾很多 我自己的见解就是 香港的豪宅来说 一定是深水湾那边的 三双A的 浅水湾那里 已经是相对低一点 去到赤柱再低一点 回来是 港岛北这边 一定是中半山的 中半山之后 以前是西半山的 然后再到东半山去 这个是香港的 你看回地产发展就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东半山当然也有很多新的 发展项目在 但是 一说回西半山那些 比如寶山道 或者什么那些 老一辈的人 就像我们这些年纪的人 一个年过来 那些好东西 之前你就提过 波路道不推 因为市况不走 内地客来不到香港 现在它推出了 是否代表觉得市况已经好 波路道是我们今年第一个项目 我们今年会推第一期 波路道这个楼本 我们希望聚焦在大湾区里面 那我们看到 大湾区将来的发展潜力 相当之大 大湾区将来来说 有七千多万人 吸引那些人 已经够大 特别现在我们会看到 其实是 很多已经来了香港 在香港的 我们叫做新香港人 即是国内来了香港 有些已经拿了三多星 有些就是 未拿到 就来拿到 那其实已经是 相当之大的数量 在那里 会有足够的客路 在那里 香港本地人来说 由于是中半山 本地的有钱人 他们都很喜欢 在中半山自业的 所以客路来说 都够了 所以又未必 或真的要等到 一定要说 通关才去做 因为现在来说 反而我们客户群 很多在香港 那我们在 圣诞节的时候 那都是开了 给一些代理朋友 看看 推荐的客户名单 都有差不多 五六八个在那里 客户名单 那你看到 香港实际上 都是买这一类 物业的人 都是相当之多的 那我们今次 可能都会 用一个招标形式 那招标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落标之前 也都可能要找个风水师 来看看 所以整体的流程 是比我们以前 推盘的 会慢一些 但是问题 由于你各个单位 我估计都会过亿 所以你都要慢慢做 今年很多负面因素 似乎都改善了 定价会不会更加进取 其实我都说 市况不是说 特别好的 所以定价来说 都是跟回市场定价 说到增加土地储备方面 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看好什么项目和区域 其实我们一向都很喜欢 买官地 其实你看到 我们每次都有投 我们投标 每一次都做了方案出来 就是不会乱 给数字去投标 做了方案出来 但问题就是 投不了 其实大型发展商 不是我们喜欢什么 其实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地 我们都喜欢 所以你看到我们 由中半山 淺水湾 去到天水 或沿岛 我们全部都去的 或者将来来说 在大埔 我们都会去的 原因就是 作为一个大型发展商 我们一定要有土地储备 亦都是各种不同 类型的物业 我们都要发展 小型发展商 去可能就是集中 做几个项目 或者集中 我熟悉这个区 只做这个区 但是大型发展商 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周围去 其实说到最后 香港都不是那么大 所以其实由香港到天水 现在来说 半个钟都不用 香港很小地方 那我们希望将来来说 是更加在大湾区里面来说 就可以扮演一些 比较上更加活躍的角色 我对大湾区的概念来说 相当之认同 很败它 我觉得香港将来的出路 一定是看大湾区的 见到你都很尊崇大湾区的概念 未来会不会减少香港的发展 加强在大湾区的角色 我们没有一个主动 还有要增加减少的 就是永远就是说 有机会我们尽量去争取 所以我之前都提到 在香港来说 其实每一次招标 我们都有参加的 不过相对于 人家的那个价钱 比我们出得更加之好 人家拿到 我们都觉得 这是天空地道的事 每一个项目 我们都有研究到 不是说我们放弃 香港 香港不看了 就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也不会主动 但是当然来说 现在是和二十年前的房地产 不同了 以前房地产是佔很重要的比例 现在来说 其实公司经过改造之后 业务相对多元化了 但是那时就强了 我们可能来说 有其他的业务方面 一样都可以维持到那个盈利在 所以大家看到 好像做地产少了 以前来说 我们差不多是 可能百分之七十的业务 都是房地产 现在来说 由于其他业务 比如我们的 飞机租赁 或者我们在英国投酒吧 或者我们都在加拿大 有些基建 投在那里 事实上 由于是 不是很投到地的关系 我们买楼的那个 单位数字 是低了的 但是 由于现在的楼价是升了 所以整体我们的收入率 都有每一年来说 都有二三百亿的 卖楼数字 出来的 不是说少了很多的 比如好像2020年来说 我们在香港来说 卖了一千八百个单位 在香港 收入来说 都是一百八十几亿的 就是每个单位平均都过千万 但是你看不光是我们 其实全香港整体的 销售单位数字 都是跌了的 只不过以前来说 香港可能有二三万个单位 一手单位 每一年 现在来说一万多 其实大家都少了 很多谢赵生接受访问 不用客气 下次有机会再聊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下集再见 拜拜 收入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